怎么了 我刚刚才知道 这批深丝里面 有一脚颜色有点问题 不会吧 我每一包都看过了 我们还是再看看吧 没这必要 我都已经开始搬运了 保险起见 还是先看看吧 行吧 快去 夫人 这批深丝的质量 比我预料之中 还要上等 就算其中有一脚两脚 质量不过关 我觉得也不碍事 找到了 就是这一球 你当时既然发现 就应该告诉克劳迪先生 抱歉 克劳迪先生 是我疏忽了 你问我 夫人 你不要责怪我 王先生 借点差异 不仔细看的话 就根本看不出来 这这么明显的瑕疵 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没关系 我能接受 我不能接受 对不起 克劳迪先生 我不能把这样的生丝卖给你 其他的中国人 给我卖过的那个生丝 比这个差远了 别人怎么卖我不管 但是从我手里出来的生丝 必须是最好的 那你就把这个脚就还掉吧 不 要换就换整包 王世军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花多少钱 一个时辰之内 必须把这整包生丝给换了 好 对不起 柯老弟先生 耽误你的时间了 要不这样 这包生丝我不收钱 算我免费送给你的 夫人 这包生丝我一定要付钱 而且我希望与你尽快 签下那个十年的顶单 可是 我们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你还愿意跟我合作 夫人 我到中国已经五年了 我一直在寻找你这样的伤人 我今天终于又找到了 谢谢你的信任 那我们今天晚上清救一下吧 好啊 但这顿饭一定由我来请 也让我这个中国人 敬下地主之仪 也庆祝我们 合作成功 好啊 我们中国人喜欢热闹 你都邀请几个朋友来参加 那我把商会的朋友们等我叫上 也顺便介绍你跟他们认识 非常乐意 谢谢 淳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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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把我那两身漂亮衣裳找出来 送我 一会儿我要请洋人吃饭 你要请洋人吃饭 王世军回来了 回来了 王世军 王世军 盛奶奶 什么事 你和弗莱赶紧去准备一下 要让那些洋人知道 他们想要买的任何东西 我们都有 他们想要卖的任何东西 我们都可以帮忙卖出去 你的意思是 要那些洋人知道 我们吴家的生意商行 遍布中华 而我们经营的货品 包罗万象 是 就这意思 可是怎么能让这些洋人相信呢 你动一动脑子 让他们不得不相信 我明白了 上来的 这两身穿哪个 这衣服 原来是要穿给他看 我刚刚和吴夫人 完成了一笔生死交易 他的为人和经商之道 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我打算跟他长期合作 Claude 你真是幸运 怎么了 你还没跟那个陈老板谈好吗 他 他以往不少 怎么谈 怎么了 比利想采购一批绿茶 但是还没找到合适的 比利先生 或许我可以帮你 我在中国的湖南 有几瓶茶山 茶叶的质量都非常好 价格也都非常地低 真的 我可以先提供一些样品给你 你先试试 我保证你一定会满意 好 夫人 你可解决了我的烦恼 谢谢 谢谢 干啦 吴夫人 原来还做茶叶生意 我们除了生丝和茶叶 我们的主营业务还有瓷器 药材 丝绸 还有洋布 只要是赚钱的生意 我们都做 老肉先生 你想要什么货 我尽管开口 我能帮忙的一定尽力 我不想买什么 但是手里有一批现货 正在寻找买家 不知道夫人可不可以帮忙 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能赚钱的 我们都做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倒可以谈一谈 陕西的经销权 要谈 我们就谈中国的经销权 我怕你做不下来 老肉先生 可能对我们 还不是特别地了解 我们陕西吴家 在中国有几百家商号 从上海到迪化 从广州到黑龙江 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 就有我们吴家的招牌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因为中国人做生意 向来低调 我的中国的朋友告诉我 吴夫人正是一位 非常有实力的商人 回忍吴先生 就算你没听说过 陕西吴家的名号 但是我们陕西吴家的货品 你一定用的 你看 你们的餐簿 在每一张餐簿的角上 都有民副二字 而民副洋簿 就是我们吴家的产品 还有这个瓷盘 在每个瓷盘的底部 有安无杂货 这就是我们吴家 所代理的瓷器 还有这间餐厅 它不仅备有洋酒 还有中国酒 在那边的酒架上 就有三种中国酒 古信酒 是我们吴家 淮安酒房所酿 淮安酒 我们吴家也有餐骨 至于那玉飞酬酿 玉飞酿酿 酒屈就出自 京阳吴家 谢谢 不错 尝尝我们中国 的酒 夫人 我要跟你合作 这是我的荣幸 夫人 除了茶叶 我还有其他生意和你谈 非常荣幸 原来你在中国 竟然这么有实力 看来我与你签约 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也是我的荣幸 对了 后来那个沈西英尼 又来找我 她想弥补 但是我已经告诉她 我与你签约了 所以 那她是什么反应 她很失望 她很失望 也生气了 我们签约 不会影响你和她的 有情吧 不会 我和她 本来就不应该有什么有情 来 喝酒 你认为 对不对 Claude works with her 非常轻松 所有中国人都在想同样 他们是在说我吗 他们是说中国人是保守固执 他劝Billy和Lario不要跟你合作 你不用理会他 他才是保守固执的 他已经到中国很久了 同来没有跟中国人做过生意 是吗 你们中国人也许觉得这是伤风败俗 但其实这是我们西方人的一种 交际方式 仅此而已 如果你觉得尴尬 我可以陪你离开 不 我可以陪你跳支舞吗 我可以陪你跳支舞吗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真的是中国人 我可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你跟其他的中国人不一样 其实我和他们都一样 在生活中都比较含蓄 但骨子里 我们既不保守也不固执 你改变了我对中国女人和对中国的看法 还有 我会考虑我在中国的生意 太好 非常乐意和您合作 我也是 夫人 你在哪里学习的跳舞 这是 一个很久以前的朋友叫我 我在武汉下船 你们从陆路回陕西 我跟残商谈好之后再回来 湖北谈完之后 你再去趟湖南 比利药的茶叶 玻丝乌药的瓷器和药材 你都一起定下 知道了 如果价格合理的话 我就把下一季的生丝和茶叶 全部定 这个由你来定 我有话跟你们少奶奶单独聊进去 为什么 为什么不辞而别 无话可说 只能不辞而别 你胡说 为什么要抢走我生意 是你 明确告诉柯老弟 你无法交货 我才进入的 但是你以这笔生意为突破 让他跟你签了十年的起源 断了我今后十年的财路 沈少爷 上海的羊商不止柯老弟一个 你可以寻找另外的生机 对 上海的羊商不止 你为什么针对我 你为什么针对我 我不过是见到生意顺手做作而已 上海上人这么多 你不过是凑巧撞在了我的刀刃上 周燕 你为什么要来上海 我为生意而来 不 你是为我而来 沈少爷 你太看高你自己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我问你 当我离开金阳前送你那幅画的时候 你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 当我在电报局与你偶然间相遇的时候 为什么你的眼里全是泪水 当我抱着你 在舞台中间旋转的时候 为什么你看着我 那么陶醉 是 我承认 我对你有过那么一点东西 但是在知道吴家军讯案真相之后 那一点东西 和我们之前的过去 全都消失得一干二净 什么意思啊 吴家冬愿被人陷害 家破人亡 罪魁祸首就是你爹 沈四海 你在说什么 我看到了当年军讯案的 全部卷走 有人匿名举报 说吴家冬愿军需作假 说亲眼看见吴卫文 用松香代替学姐 而这个人 就是你爹 沈四海 你爹还亲口指证 说沈月生 因为不愿与吴家冬愿同流合污 才被吴卫文指使手下 杀害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以为是胡志存陷害我爹 现在我才知道 那个最卑鄙很辣 害我吴家冬愿 家破人亡的凶手 就是你爹 沈四海 沈星宇 要是换成你 在知道这一切真相之后 还能和仇人的儿子谈情说爱 还能若无其事地计划未来呢 朗奶奶 该上船了 我并非铁石心肠 你对我的感情 我不可能无动于衷 但吴家对我 却是再造之恩 现在你我之间 不仅仅隔着我寡妇的身份 也不仅隔着我在神堂前的事业 更有一段血海深仇 从此以后 我们山高水潮 好自为之吧 周瑛 你听我说 这件事情一定是告诉你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请你回去转告你爹 只要我周瑛在世一日 这仇 我就一定会报 天注定 地注定 我们回老 蝴蝶在 沧海哭了多少 故事已